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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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登場的這個是澎湖野生大名蝦 哇 漂亮 我帶家人在澎湖過復興節的時候 就吃得特別厲害 阿基池為我們用這個澎湖大名蝦 來帶來第一道名蝦的料 攀龍赴鳳蝦 什麼叫攀龍赴鳳蝦 這個龍 我會把它攀在鳳梨上頭 攀龍赴鳳 對 那麼出來它是一個大菜的 澎湖大名蝦有什麼特色 澎湖大名蝦的特色 它就是比一般的名蝦還要大隻 而且它的尾扇很漂亮 有繽紛的色彩 對 而且它肉質非常的鮮美飽滿 而且它的蝦膏非常的豐肌 看見是台灣的極品蝦王 請看到就是是不是 中間被殼的部分剪開 把沙泥抽乾淨 這個動作要先做 帶殼直接先炸 還不到 可以 我就用這個火就夠了 就用這個火就夠了 這麼樣的一個炸法 因為我們要炸兩輪 對 肉給炸老了就不好 對 它一開就老了 我還要保持它的肉 你們咬在嘴巴裡面 有一點Q彈 Q彈 別擔心水分會跑 我就用這個芋頭 去裹住它的外表 請問一下 哈記先生 你的鳳梨怎麼表現 總是喊羞帶卷 喊羞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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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眼面 拌眼面 那我們一會再回來 好的 傑瑞師傅 你用的又是什麼蝦 我今天用的是藍鑽蝦 它有什麼特色 阿拉伯藍鑽蝦 就生產在阿拉伯地區 紅海那個地方 紅海 這是阿拉伯的皇室 它重金打造 六億美金打造的 對 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在天然的優勢下 它的藍鑽蝦 會顯得特別的鮮甜 非常的Q彈 它的肉味非常的緊實 跟沒有任何的腥味 沒錯 沒有任何腥味 好 那請杰瑞師傅呢 帶著美樂蒂就把它給做出來 菜名叫做 菜名叫做 秋蝦 蝦球麵疙瘩 秋蝦 麵疙瘩 麵疙瘩可以吃 那不能換過它 對啊 那前面呢 我請美樂蒂先幫我炒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炒香之後 我們再下這個 西式的香料蔬菜 我們這邊可以再炒香一點 再炒香 對 拼個大現做 拼個大現做 秋香的部分 對 就是飲用而現在 已經入秋了 對 所以就是以秋季的蔬菜水果為素 入秋了嗎 已經入秋了 我們跟邻居還在中暑 現在入秋了 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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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熱 這邊呢 準備有栗子 百合蘿蔔 或是百蘿蔔 然後一點秋葵 等一下會利用這個蝦 去燒它的配料 你的料很Q 很Q 還可以 山藥泥 混合到麵粉 然後下去做麵疙瘩 對 今天蝦球的部分 準備這個蘭鑽蝦之後 我們把它開背 好 開背之後 開背之後 這邊先放個備用 然後我們這裡放下 已經剝好的蘭鑽蝦 這麼多 這麼多 等一下變蝦球對不對 對 目前我看到的蘭鑽蝦 跟我們台灣常常買得到的白蝦 我真的不知道差別在哪 它好像鑑於我們的白蝦 跟草蝦的中間 對 混合季的感覺 Jerry 你裡面還有再加什麼 其他的 你是有蝦嗎 那邊裡面 對 這邊只有蝦 打成蝦 裡面有調味嗎 沒有調味 沒有 它沒調味 這個我先放下去了 這個香料 可以 全部對不對 對 這邊全部都放進來 好賢慧 真的 然後那邊你拿走這個是什麼 對啊 我們包韭菜盒子 包餃餃 你會包韭菜盒 包餃子 多好的一個孩子 你覺得哪裡買的韭菜盒 比較好吃 我沒有買 我自己包 對 你以為 你一直不相信他會做對不對 哪一家的比較好吃 唱話套不出來 憲哥唱話 加入 然後薑末 醬料薑末 然後一點鍾芹 請退縮一點 鍾芹 全下 陳哥喜歡的這個芹菜 滿乾的 補一點點的鹽巴 很香 很香 香味出來了 好厲害 我們高湯姓 這個蝦湯厲害 這個蝦湯厲害 很棒 加一點米酒 對 加一點米酒 提鮮在蝦醬裡面了 放在蝦醬裡面了 然後把它混成這樣 就這一邊 番茄的部分 我們把它下一點玉米粉 好嗎 純米粉 玉米粉 為什麼 你要幹嘛 我們等一下要把 番茄包到蝦漿跟蝦子裡面來 要黏起來 對 滿整顆的 你不是要把它切片的 點一些粉進來 然後可以跟蝦漿做一個包覆 這樣看起來比較大顆 對 而且又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一個蝦球咬下去 然後會爆番茄 對 那個番茄 番茄又是有點帶酸甜酸甜的 唉唷 你在做蝸牛對不對 要丟下去炸嗎 還沒 我們等一下先把全部都包起來之後 再丟下去炸 好可愛喔 奧迪斯那邊已經準備好的試吃了 試吃了 我們等一下看看它做什麼樣的內容 來 往這邊請 把這個 弄好了 紅蔥油了 油不用 拿掉就紅蔥裡面的料渣香氣 撥進來 還有 鹹蛋 等於是油蔥酥 對 等於是 泡油的油蔥酥 對 好 那個筋 它有沒有比例上的考量 通常的話 如果這邊熟成是一斤的話 我們兌十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 一斤 一兩六 兩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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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沒聲沒死 沒聲死 那個是什麼 麵粉 一點點 我擔心它會散掉 過年 現在接著 剝蝦殼 剝殼 剝殼 好大一隻 好肥 這就是湯沙的意思 對不對 湯沙 沙倒下去之後 這支竹籤還在這裡頭 我們放在這個麵粉堆上面 我都很沒有辦法 像一邊剝一邊做食材 我都覺得不會讓它放到麵粉上面去 都還沒配料 對啊 絲絲 就覺得在用上了 試吃 來 就試吃這個煎的給各位 請查一下 直接煎 煎的芋泥餅 對 鍋底你就不用放油了 就這樣子煎 因為它已經有油 在香港吃起來 好像吃煎蝦蝦蝦這樣 真的嗎 好香 整個很感動 很感動 古早味 對啊 好 我覺得這可以做到小朋友吃 有 這個好簡單 我們覺得這個紅蔥頭的油 應該是 好好吃 鹹蛋 鹹蛋的味道 很鹹嗎 鹹蝦蝦 真的喔 沒那麼黏 蝦蝦蝦比較黏 好好吃 好好吃喔 鬆綿 Q 鹹味鹹得剛剛好 超好吃 這邊的廚師是誰 手腕 手腕 中間會沾一點點的麵粉 現在妹妹就這樣子 好 壓扁了以後 把它放上去 把它穿上去 對 然後就這樣子包過來 就可以了 而且師傅你慢做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傑瑞師傅也有試吃了 好的 試吃就是要喝這一鍋蝦湯 好 這邊是試吃的部分 好的 等一下會做一個麵蝦蝦 裡面加了全蛋 還有山藥 還有麵粉 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少鹽 如果說水分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補這個蝦湯進來 補蝦湯 含有蝦湯的麵蝦蝦 很濃 蝦蝦蝦的味道 越貴越還是有幫助 又有 整個香氣都會補 這樣的蝦湯很討喜 我知道 這邊的蝦蝦看起來會有點乾 我們就是要補這個香 這樣子 這樣子煮不在火上煮 這個蝦蝦味很好吃 沒有 我們先把它拌 這個時候就要利用的 把這個蝦蝦先用 天啊 因為滿乾的蝦蝦 對 這邊因為秋天 所以利用這個紅蘿蝦 紅蘿蝦 把它刻一些這個 好像在京都 水花 枫葉這樣 好可愛 它補蝦很厲害 對 比較硬的食材 我們就想去煮 然後還有一些栗子 藝素的起司 栗子可以 這個湯頭滿特別的 你要下油鍋了 百七百八吧 大概一百七 一百七左右 蔥油餅最麻煩 蔥油餅你要用冷水還是熱水 和麵 它才會這樣子一層一層的 冷水還是熱水 對 我不知道 我也是 一層一層跟冷水熱水無關 跟油有關 可是跟和 和起來 和麵 對 那個口感 所以下去的時間 一百七 應該一分鐘就好了 不用一分鐘 很快 因為它海鮮它都厚熟 對 上色了 再延續 好漂亮 很漂亮 不得了 金黃的 我們的這個 黑疙瘩 會把它做得好像肉羹這個樣子 有 然後丟進來 他一直準備要組裝了 我可以 等一下再回來 你當了 你當了 你一直在 Jerry A A不是A 對 這邊請 這個很好吃 拜託 成品讓我們吃 好 我現在還是 不斷地讓它油溫拉上來 好 拉上來 拉上來以後我幹什麼 拿這個油了 再來回再交零一下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在交零的時候 讓外皮保持挺拔的時間 會稍微長一點 有沒有熟 你看裡面在放氣了就知道 對 裡面就 完全是熟透了 熟了 完全熟透了 好 好 放到旁邊滴油 好 這個蝦頭的部分 我放一點點這個檸檬椒鹽 好 蝦頭的一張 只能在蝦頭 對 因為其他的部分 你在撒椒鹽味道就重了 鹽酥蝦 我發現這節目越來越難上 你現在接到說你好我是請來 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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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那是講完 對 還沒講完 打題 現在答題的是真的蠻難的 這題目真的蠻難 因為我們是 是 懲罰也越來越行 對啊 要擦了 我已經是要擦了 沒有擦 擦起來 在夾著噴大聲 這個菜上去所有的客人 大概都會 嚇一跳吧 手機先吃 對啊 就 蛤 煙龍赴鳳蝦完成了 完成 不好意思 我們 擺盤了 我們待會兒桌上見 好的 來這邊請 然後最後我們 把這個擺盒加進去 擺盒很容易熟的 很容易熟 然後秋葵也很容易熟 糟糕了 那像當季呢 吃擺盒 山藥 秋葵這些 都是相當固味 真的 固味的 我們好固味 肚子還在辣 剛剛有一點傷味 非常地溫暖 很傷 而且你的擺盤也好秋天 對 我們要營造一個秋天的感覺 從哪邊看出來像秋天 我看不出來 有啊 那個葉子的感覺 有啊 那個葉子的顏色 然後楓葉 我們現在在京都 洪哥 是嗎 我也吃 這個蝦球真的看起來很豐富 哇 大菜 洪菇老師 看到沒有 不得了 我已經看了好幾次了 看到沒有 我們都還抱住 對啊 看不到吃不到是最大的煎熬 三大人家 白不讓我們吃 等一下你們的答題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們必須要有一次3比0 否則你們今天是一定輸的 對 我們被2比1我們還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一直在挑釁是不是 他很薄啊 就好像自己很厲害 秋香蝦球麵疙瘩完成 好 漂亮 漂亮 今天最後有兩道蝦 讓我們一起上桌品嘗 來 請 玉顏一隻喔 這個要吃這個 我好想吃 好 直接啃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它外面是什麼 好酥脆喔 這個芋頭好好吃喔 吃蝦頭 好像在吃咖哩咖哩 你知道嗎 這個芋頭 完全知道他們剛剛在講什麼了 感覺超棒的 耳骨湯 真的 酥脆 來 蝦麵 蝦麵好脆 我跟你講那個 蝦肉它整整裡面 吃真的很飽滿 對 完全不會說沒有水分 它蝦肉非常Q 很彈 酥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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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我這個嘴巴裡面都是蝦汁的味道 對 都是蝦汁的味道 那個蝦吃起來像幾分熟 我覺得八分 差不多 真的喔 還是八分 不會過了 它不會像過熟的感覺 對 這個口感如何 來 杰瑞 基本上應該都有吃過芋泥鴨 其實這很像芋泥鴨跟蝦 就是 芋泥鴨跟蝦子的一個結合 但是呈現的一個鮮度比較不一樣 對 鴨肉它的肉香 跟蝦子的一個鮮度 的比例 這樣對比下來之後 其實這樣 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而且還有加到鳳梨 鳳梨蝦球的效果 對 而且特別的是它是 對 好吃 因為它有加那個 蝦口有另外一種 真的 對 它有責任在 你知道嗎 那個脆脆好好吃 我看到你吃食物的那種 滿足的表情 我真的好高興 而且我以為在看你低下來了 你真的高興嗎 很高興 它真的它吃到食物的那種 好惜福 它本來就是很惜福的 好好吃 苦盡剛來 來上行南大主廚 從後到來喝辣椒水 誰受得了 真的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值得 番茄蝦球 這豆子從來沒吃過 這邊建議 這怎麼先吃 先咬一口蝦球 好大成 好香 它裡面那個蝦球的口袋怎麼樣 怎麼都他們兩個吃成品 怎麼會他們三個 剛剛前兩道喝成這樣 現在吃到秋葵跟百合 覺得胃好舒服 真的 可以過胃就對了 你們吃那個麵疙瘩很好吃 真的吃麵疙瘩 麵疙瘩好好吃 好Q 這是麵疙瘩 對 麵疙瘩很紮實 這是怎麼說 這個 玉女淮春 玉女淮春 對 很漂亮的名下 咬開來裡面 啪啪跑出一個東西 這邊 那其他不管是秋葵也好 或者是百合也好 都是入秋了以後的一個產物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吃東西叫吃當令吃當季 對 所以今天最好吃 對 所謂的原味就是這個 那疙瘩呢 疙瘩呢 吸飽著蝦子的原湯汁 濃郁 很濃郁 很濃郁 濃郁 而且柔的過程當中 也是加了下湯 對 掌聲鼓勵 非常謝謝 謝謝 когда 大情監獄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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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